香港有紅葉看 相信很多觀眾都知道 但何時最適合看 或者哪裏最好看 還有沒有神秘的打卡點 今集讓我已經做嚴選幾個美景給你 我們現在來到觀塘區的佐敦谷公園 我們進去看看紅葉 左敦谷公園位於觀塘區 鄰近順利村 在觀塘區最大的公園 隔夜非常多人 所以我們今天走人來看紅葉 我們現在在佐敦谷公園 和大家看紅葉 其實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紅葉 現在在佐敦谷 就是其中一個你們可以看紅葉的地方 但我們身後這個葉 還未變成紅色 還有這個葉 它還是有些黃色的 我想遲些再冷些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紅色的 你看這個一大片 雖然它不是波波都是紅葉 但其實它還有很多地方都是的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走到整個公園 我覺得最漂亮的那棵樹 就是我身後的這棵樹 你看看 它現在的顏色已經變得… 差不多是紅色的 我想下個星期左右 我們就會看到很漂亮的紅葉 我們現在在城門水塘 這個也是一個紅葉的熱點 不如我們走前一點看看 有什麼位置可以讓我們拍到紅葉 城門水塘都是紅葉的打卡熱點 不過分布位置散散的 我們順路一路郊遊 一路發掘紅葉 都挺開心的 這裡有一棵很大棵很大棵的紅葉 所以我已經見過最大的紅葉了 我們今天有個特別嘉賓 看到嗎 一隻猴子 青衣公園主要是跟它下雨松 台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但香港以去的地方就不多可以看了 所以來到青衣公園有美景看之餘 還可以當自己去了台灣旅行 如果天氣冷點的時候 這裡整條路都會黃金金 很漂亮的 可惜現在天氣還沒冷 我想下星期我們冷點的時候 再來這裡就會拍到很漂亮很漂亮的照片 你看看那邊 其實很多人設好窄相機在我拍照 雖然我們現在來到青衣公園 還沒看到紅葉 但其實青衣公園出了名很多綠花帶 如果平時我們來這裡 都可以欣賞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椒 不同的樹 不同的花花草草 可以慢慢欣賞 好了 大家叫我走到喘氣 就知道我們現在在大堂了 因為我們走去大堂看紅葉 大概需要走45分鐘 不要緊 我們年輕人 讓我做運動 好累啊 你走了幾分鐘 好累啊 我 大堂住的是大家看紅葉的首選 地方集中又夠多 基本上每個人說得出看紅葉 都是說去大堂的 大家看看我身邊 其實今天是閒日 但閒日也有這麼多人 如果大家勤力點 不如早點起床過來這裡 因為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很多人已經看完回來 我想跟著 說不到了 跟著我跟著溫爺 然後就沒有延後了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開始看到兩邊都有紅葉 就是因為這裡很美 所以其實你看看我身後 全部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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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大堂郊野公園 最美的影紅葉那個位 你看看 超多人 大堂的葉真的很美 我們剛才去了幾個公園 天氣還沒夠冷 還沒看到紅葉 但這個紅葉已經生產出來 還有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紅葉 因為有些剛剛很變紅 有些還是黃黃的 所以顏色的層次感就更加美了 我們開車入大堂途中 竟然被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紅的小景點 馬上下車看看 我們現在在加等山 如果你開車 是由走大步到沙田回沖方向的話 你可以沿路停下來 這裡有很多很美的紅葉 周圍都沒什麼人 如果你行山經過也可以拍的 這裡絕對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打卡位 因為你看這些紅葉是很紅的 還有上面的綠色 我想過多一個星期左右 大家來拍已經會變得很紅 很多時候我們在香港看紅葉 都會去來去去那幾個地方 但其實香港有很多收藏的地方 都有很多很美的紅葉 就像這個地方一樣 都是我們走走走走發覺出來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多發覺一下自己身邊的地方 我想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的 我們今天去了幾個地方看紅葉 我就覺得大堂這裡是最美的 因為現在可能不是太冷 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很多紅葉 但這裡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人流非常之多 另外我也覺得佐敦谷公園都很美的 由於我們今天拍攝的時間 很多地方都還沒看到 去到青衣公園 成門水塘這些可能會有點失望 但我相信它也是一個好的地方 不過我們要遲一點才可以再去 還有我們還有大埔道的嘉頓山 那個位置都很美的 因為那裡沒有人 整個公園都是你的 沒有人跟你搶拍照的 希望今天的推薦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